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一個是用 沒有 完全沒有黑糖的 用香氣一條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一滴都沒有 可以喝嗎 可以啊 這很甜 也滿甜 黑糖出來是很甜的 黑糖都很甜的啊 怎麼會這樣 兩個都很甜 你吃得出來兩個有不一樣嗎 但是這個比較香 這個比較香 我覺得這個是假的 這個是假的 大家都覺得是有些貼紙的 這個是太香了 香到過分了 對 大家都覺得是 這個是假的 假的 那表示大家還有救耶 真的 真的 所以香氣的東西沒有錯 我們剛剛講我們人的嘴巴 還是可以有靈敏度的 現在很多黑糖的製品 當然沒有錯 大部分還是好的 但是還有一些不孝 就是他可能就用調的 讓你真的沒有對比之下 你有時候很難很難分辨出來 因為有時候我們單獨 用這個去做 那些包子 糕點 你會發現 這個顏色不可能這麼深 你懂嗎 很棒 你要調到那個味道 要調到 你懂嗎 你甜度夠了 可能顏色不夠 你顏色夠了太甜 所以一般 是 我們大部分現在已經剛才 林主有提到 都會有用一點 之前被踢爆這個醬油裡面 對 甚至包含可樂 裡面也是用焦糖製品 王老師你今天聽說現場 平平寬寬這些東西 就可以調出任何 對 任何我們想要喝的東西 我們只要 像你剛才講的 奶酥 好香喔 不要太近 有 有 這個是奶酥的味道 有 就是我最愛的麵包 沒有這個 我就愛那個味道 我就會拿去乾 你最愛的麵包 只要這個滴幾滴在麵團 真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真的喔 我以為真的奶酥耶 這一瓶 可能幾十塊 所以這個東西你注意看喔 一般 假設你要泡咖啡 要泡黑糖水 你最簡單 是 他用這種香精 絕對是 為什麼省時省事 又便宜 白開水 那加一點什麼 果糖 這種所謂高玉米糖漿 這是現在都知道比較不好 容易造成那個熱量太高 脂肪肝 那一般這樣最簡單 以前人笨笨的以為是帶糖 以為這很好 那就把它這樣融一下 第一個就有甜味對不對 對 第二個你要有香味 所以這個黑糖嘛對不對 剛才現在泡出來的 這個更香 就拿來顏色 才加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喔 黑糖水喔 對 現在是黑糖水 那這個顏色可能還不夠對不對 對 那他就需要再用一點這個 所謂焦糖色素 那這是沒有味道 所以他就不干擾味道 只要一點點 那顏色更重 所以你只要比例把握住 對 比例把握住 你看這顏色就調到幾乎一樣 真的耶 一模一樣了 真的 那你味道就可以 你試試看 完全一樣 來 試試看吧 你試一下嘛 爸爸為了這種通告費 哈哈哈哈 那王老師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 那這個黃黃的是怎樣 那這個就是 我們講的 這個就是 人造奶油 喔 奶油為什麼要人造 為什麼要人造 就所謂植物奶油嘛 那為什麼要人造 剛才提到了 其實一般我們知道 所謂的反式脂肪 現在大家都全世界 哇 都怕療療 對 對 因為他比一些牛油豬油還糟糕 是 那就是因為他怎樣 他把植物油打氫氣 叫氫化植物油嘛 對 那問題打了清氣 他變硬 沒有味道 他要加這個啊 加進去就被牛奶的奶油的味道 其實這吃還蠻香的 對 還蠻喜歡的 奶酥的味道 奶酥的香精嘛 對 香精 再還有一個 我中毒了 我上癮了 我聞到那個我好開心喔 對 再加一點顏色 那你再回去聞就好 那這個我們早上是不是 抹在麵包上的 對 很多麵包 而且外面的 而且外面的 王老師 因為我們聊到現在 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可能我們現在吃的一些食材 或是常常有機會會吃到這些香精 可是真的很難分辨耶 所以剛才我們提到 像這種奶精類的 其實要特別注意就是 其實你分辨還是可以 就是說你自己 來 你的手就好 一般你把它塗在我們題目上 你就直接塗了耶 一般各位都知道 如果好的油 什麼冷壓好的油 或者是好的精油這種乳液 它會怎樣 會吸收 那這個你等一下看喔 你錄完影都不要擦掉 還在 還在 就跟凡事林一樣 可以啊 這可以吃 這次可以吃了 但是你要吃的你要感覺一下 香不香 香一定有香的 它有香的味道 是 有味道嗎 就是很 對 很油 你聞到這種過度的 過香 有沒有 這個過香的 那個街頭還沒走到街尾 那個街尾的那個麵包店就聞到了 那或者是你買回家之後你放了 有沒有 它的味道都不散 或你講的連發霉都不發霉 那你下次我建議就要換一下 或者黑糖饅頭太黑了 有芋頭的香味 對 芋頭饅頭不能太紫 對 是不是這樣 你看過如果真的有賣那種 真的天然 你還看到一塊一塊的芋頭塊 對 那它有沒有那麼紫 不可能 對 所以一般都被誤導很 芋頭饅頭 紫的它就芋頭饅頭 其實這個都不對 所以第一步其實顏色上 我們可以做一些 味道 第一道的判斷 顏色 味道 第三個還是價格 我們這些學生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主任超開心的想說 光還他每天在旁邊結束 你們終於了解了 那我們也謝謝我們的王老師 謝謝王老師 謝謝 我們剛剛談到的是香精的問題 就味道的問題 另外 口感的問題 你們覺得麵包吃起來就好軟好酥 好好吃 有 而且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台灣人真的是太厲害了 對 都覺得我們的麵包 現在已經就是 坐到五遠佛見 你去很多國家玩喔 你其實沒有那麼多的選擇 那麼好吃 你如果到美國去 還是說五年前 十年前到大陸去 你就覺得他們麵包 丟下去那個狗會乾硬 為什麼 太硬了 對 那台灣的不會 丟下去狗就馬上把它撿走 對啊 因為太好吃了 請問一下主任 剛剛除了談香精以外 對人體的影響以外 那蓬鬆劑 因為所有的麵包都有加蓬鬆劑 蓬鬆劑對人體有什麼傷害 其實蓬鬆劑的話 我們比較擔心就是加 蛤 鋁喔 對 鋁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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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 鋁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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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鋁鋁�鋁� 有一些不孝业者 那这Alumin吃到人体里 是会造成什么不好的 Alumin的话 其实Alumin影响不只是这样 Alumin影响是三方面 一方面就是血液方面 它会阻止你铁质的运用 所以你比较会贫血 其实你身体铁质够 但是Alumin就是阻止它 去利用这个铁质 你变成有钱 但是没办法花 主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在一些 那个很有名的面包店 然后买到那个面包 他就说它是起司面包 那起司面包在过程中 不是要烤吗 然后那起司都会就是 融化 应该融化 一颗一颗在里面 我都常常觉得说 哇 什么样的技术这么厉害 烤过之后起司还是完整出来 所以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它里面一定有加一些什么 什么护品剂的还是什么特别的 所以一定有化学添加物 对对对对 都担心不是纯粹起司 因为你应该加热应该会溶解 对啊 烤面包 那经过高温烤出来 怎么起司不会化 对 你这个问题 好像在网路上已经 大家在质疑很久的一个问题 你真的是有够聪明 你马上就会想到这个 一般人只会觉得说好好吃喔 吃起来好有起司的味道 对啊 想说哇好厉害 你看起司这么厉害 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你知道我们家管家 她女儿是学餐饮科的 所以她每个礼拜都会做面 把它自己做 然后送来给我们吃 所以我最爱跟她挑的 就是一颗一颗起司的那一种 因为我觉得是她自己烤的 所以很安全啊 对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那个起司一颗一颗是怎么回事 可是我真的很聪明吗 也没有 因为我也有吃 吃哪一个人都很喜欢吃 烤面第二个伤害就是对骨头 因为它本身会取代钙的位置 所以会比较像软骨症一样 第三个大家不要担心 就是脑部的伤害 因为在动物实验场 它确实会障害脑神经 所以事实上在很多国家 都有订定Alumin的标准 浓度在算的 那台湾有规定吗 台湾没有规定 WHO认为说 你一公斤一毫克 就算过量了 所以事实上应该要订 这Alumin的烹充剂 有一点我请教过那些烹饪的师傅 他们是说 你吃起来 又松又脆的 又松又脆 松又脆 一般松就不会脆 是外面酥酥的 对 会酥的 然后里面是松松的 就是这样 就是会膨胀起来 吃起来会酥 这最典型是什么 你知道就是油条 对油条 其实大家也不要太担心 主任想说你们自己的执迷不悟的人 真的不要吃 因为百分之九十九 假如你肾脏是健康的话 它是排得到 可以排掉 但是还记得要百分之一会留着 对啊 那我多喝淹水可以吗 当然是会帮助它排泄 但是说还是尽量少吃这种高驴的东西 对 该大家讨论成这样 好像什么都不能吃 对 因为我还是 我建议大家要做这种 大家可以 那排毒解毒最厉害 我常常在吃就是这个 这个硫化物比花椰菜多十七二十倍 好可爱哦 这个东西就是帮助肝脏解脱 哇 排毒会养残 对 其实这样一口 你要趁这个酥哦 不要放太久 趁一口这样把它吃完 口感很好 口感到很香 非常香爽 好吃哦 对